要怎麼把我們對鹽田的認識 跟更多的人分享 菜很簡單就是 第一個把海水引進來 讓它在土地上緩緩的流動 最後才會有鹽可以採收起來 只有自己的腳 踩在讓泥巴裡面 拔不出來的時候 才知道說原來泥土是這個樣子 兩三度對 協會可以透過這樣的活力 可以去做更有意義 有更有趣更好玩的事情 水滴風光陣線 夢想滿布袋 蔡種橋的故事 願您真情分享